好,那数以最后一题是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 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就是先把条件先列出来 假设这个是X量,这是Y量 那一开始呢,我们这里有个限制 这个上限是20台 当然这个下限呢,当然我们这里也是0 那第二个Y呢,会借在30到0 然后我们有这个4400万之后呢 就是100X加上120Y要小于等于4400 当然XY呢,这边都要是正整数或者是0 这属于N或者是0 那有了这个之后,既然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就是这是赚的钱 所以这是11X加上12Y 这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希望这个东西越大越好 那第二题呢,就是要来把这个图画出来 所以这里先抓几个这关键点 这是20跟30 所以X等20,那Y等于30 接下来呢,这一个呢 X等于44 那跟接下来这个Y Y等于3分之11 3分之110 3分之110的话大概是很靠近40 那所以这边可以连出一条线 那这边都是它的左下角 所以斜线区就是这一块 那今天的目标函数是11X加12Y 那这条是100X加120Y 所以以斜率来说呢 这个比较抖 而且我是希望往右上会越大 所以最大值发生的点就在这个点 这个点呢就是X等20 那接下来 带进去解出来Y也是20 所以20、20的时候最大 它的利润呢把它带进来 就是11乘上20加上12乘上20 那这得到的是33乘上20 就是660 就是660 单位应该是万 就是660万 这时候是利润最大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一题是一个 标准的线性规划的问题 就是列条件 然后画区域 那就可以解出来